嗨,大家好,我是小周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看一看新加坡 它的地底位置在马六甲海峡的南口 这个国家属于城汉还有一些带开发的地方 包含了填海造陆的一些土地 整体给人的感觉,规划挺棒的 好了,伙计们,接下来让我们更加深入一些 首先我们来到了新加坡的机场 它们国家有八个机场 其中咱们经常提到的是张仪机场 这个机场可不得了 它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而且多次被评为世界最佳机场 这个机场的休闲设施也很棒 包含了酒吧,电影院,游泳池等等可供大家选择 这周围还有一些高尔夫球场和大学 看看吧,新加坡博览中心也在这附近 新加坡除了空运还有完善的交通网络 高度发达的公路干线 但市区主要以地铁和巴士为主 轻轨为辅 我想到这里来交通方面应该不成问题 您不需要查阅太多的资料看看地图就能搞明白 挺方便的 接下来再看看新加坡的一些主要景点 和应该去打卡的地方 首先您可能会来到马来文化村 这里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建筑 比如教堂之类的 您可以看到马来民族昔日的乡村生活 民间手工艺表演等等 哦,关键这个占地2.2万平方米的地方是免费的 这个挺好 还有这个浮海禅寺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南方寺院 不过并不是光有咱们中国的元素 还有日本的渡同和韩国的中古 这非常符合新加坡的文化 多国人 这里的环境优美 高端的低端的都有 如果您带了孩子 还有儿童乐园供您选择 哦,其实像我这种 在路上走走看看 觉得就挺好了 当然大家可能最想了解的 就是这个酒店了 这个酒店名字叫什么来着 我好像忘记了 反正有个无边泳池的 挺个性的 请原谅我的无知 能告诉我这个酒店的名字吗 谢谢你 我的朋友 在这里可以领略新加坡的城市美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然有的人不一定就会喜欢这些地方 因为高楼大厦毕竟不是每个人追求的终极目标 有的人比较欣赏这种 住的矮一点 宜居一点 放松一下也不错 大家看看如何呢 这种生活居住环境对于家里有老人的来说挺好的 的确这种优质的住房和拥有高端物业的服务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 这些是我们需要走的路 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中寻找最好的住所 有的失败 有的成功 但是这些酸甜苦辣就是人生 咱们都要经历 伙计们 新加坡已经走过了高速发展的日子 又积累了很多对国民有利的经验 我想其他一些城市其实也可以借鉴他们 当然要注意因地制宜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你们的老弟小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